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是 如何去控制好我们小提琴之功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而大的框架来说 它是会有分三方面的 第一 就是纯粹去控制好 如何去拿好我们之功 第二就是 拿好之功之后 如何去 令到之功去移动不同的方向 第三 就是基于刚才那两个技巧 你如何可以控制到之功发出理想的声 而这个框架的这三方面 是层层叠来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好的拿工的姿势 或者你拿得不好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令到之功 去移动不同的方向 那你又拿得不好 又移动不了去不同的方向 那你就没有办法令到 你自己发出好的声 那这三样东西 是一定要按次序这样去学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由刚才我说的第一样东西去学了 就是 如何去拿好我们之功 相信很多学生 在第一个关卡 就是如何拿好之功 这一方面 已经卡住了很多很多年 而甚至可能去到八级或以上 都未必可以真正地拿好之功 如果拿之功拿得不好 是会影响到你没有办法 发出理想的声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重新 由这第一个关卡开始讲起 我们一讲到 Bull Grip 就是如何拿好之功的这种技巧 其实这个原则呢 只是一个而已 就是你拿住了之后 能不能够达到一个Balance 达到一个平衡 我们 你看到那支功是很长的 但是你拿那个位呢 是在那支功的一个尽头那里 你不是拿在中间 所以你拿了之后呢 你会感觉到它好像一个情 因为你拿在这个尽头 所以你应该感觉到重量 是会被这一只手指 所支配着的 也就是 你的尾指是会感觉很重的 因为尾指是完全 拿着了整支功的重量 当然其他手指都会有它的角色在 但是你会感觉到 尾指是最 负荷的 记住呢 一开始 一定要打横之功来学 而不是这样 又或者这样 看下之功 尤其是 是小朋友 刚刚学了拿之功 或者他们是这样学 无论是什么 就是那个手之功 是放在哪一个位置都好 都尽量不要这样 反着手来 查一下手的姿势 是怎样 保持着这支功 是打横 Horizontal 这样去学 拿之功 那之后你拿住了之后呢 你就开始去adjust 那些手指的位置 不同的老师教 拿之功的姿势 的次序 或者那个手指的位置 都会有 少少不同的 最主要 你知道 你学 每一样东西 背后的那个原理 原因 以及原则是什么 就算你跟不同的老师学 你都不会觉得很混淆 尤其是是小朋友 学生 就会由一支笔开始 我们首先 知道如何做好兔子的形状 好像门牙突出 下唇在门牙后面 这样 我们用手去做兔子的形状 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两只手指 在这个手指的前面 而这两只手指 就会像兔子的 耳朵这样 所以我们试试做到这个手势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手势 放在这支笔那里 那 而我的method 第一个step 就是 先把手指放在笔下面 跟着 前面那两只门牙 就是我们这两只手指 就包在 那个手指的前面 好像有少少少哨牙 这样的 所以这两只手指 如果打 转来看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两只手指 在手指的前面 支笔在手指的上面 刚刚好是互相顶住了 之后我们剩下 前面这两只手指 这只手指 就是其中兔子的一只耳朵 好像 睡觉那样 想躺在地上 那里 还剩下一只手指 他就不可以 睡觉了 因为他怕被猎人吃了 所以这个手指 是软曲地 放在笔上面 好像 随时 听听 有没有 有没有人想吃了 他这样 手指弓 然后前面那两只手指 就是那个兔子的门牙 然后其中一只耳朵睡觉 另外一只耳朵 不是完全睡的 就是这只手指 不可以完全躺下 最主要就是这几个step 那我们就要把它放在实际之宫上 那我们就跳了去教很小的孩子的 拿工的step 也就是放在这里 就是我们直接就讲 如何正式拿好之宫 那很多老师又或者是学生 或者是小提琴手 他们喜欢 把手指弓 放在黑色这块皮 的下面 和这个U形的黑色这块 的上面 就是他们两个之间 他们就会觉得 可能那块皮 是为了令你去顶着手指弓 拿着手指弓拉 那时候 就会fix了在一个地方 那是一个说法 我觉得是合理 但是你也可以 把手指弓 放在这块皮的下面 而这种拿工的方式就是 我自己会用到 懂得如何在一支笔上 做到拿工姿势 并且可以把那个姿势 放在实际的构上 拿着 已经是 达出了很大的step 那有几个要注意的 第一就是 你看一下你的手指弓 拿着之后 是在哪一支手指的后面 它未必一定 是像我们刚才的兔子的牙 是刚刚好在正中间的 就是手指弓在两个手指的 那条线的后面 可能有少少偏差 又或者 比如说手指弓在中指后面 手指弓在无名指后面 这样的 那这个小小微小的偏差 是因人而异的 因为每个人的手都不同的 所以这个位置 你就要自己去摸索 探索了之后 你就要记住 那个手感 第二样要注意的东西 就是你的食指 是微微 倾側去左边的 你橫拿着的时候 你的手 整个手板 是有点斜了去左边的 第三样要注意的东西 就是 不要特意 令到手指叉得很开 这样顶着 撑着 你每个手指纳的 阔度 都是 很放松的 微微分开 就可以了